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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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佐同理 别动 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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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血妖并不是妖 而是感染了外来瘟疫的人类 中原百姓 把这场瘟疫的源头 称为妖族 是妖族将它们转化成为了 私事人形公寿 他们畏惧强光 只在夜间行动 没有记忆 也没有感情 他们唯一会做的 就是将新鲜的血液带回老巢 供养妖族 小女月轻音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姑娘 同事斩杀血妖 何必行此大礼呢 在下 欧阳义 这位是我大哥欧阳淳 在下上官佩儒 多谢二位公子出手相助 姐姐 我们杀血妖 已经不是一两只了 为什么方才这只如此蛮力啊 看来传言是真的 什么传言 八月十五 圆月入盘 血妖借月光 得蛮荒之力 好在江湖中人 找到一条密道 能够直通妖族老巢 密道 没错 各路英雄正在赶往此地 想在八月十五之前 潜入妖洞 杀死妖族 以凭血妖之乱 若不嫌弃 可否一同上路 那些活着的人 成为了英雄 其中最响亮的名字是 欧阳春 但这一切 早已与我无关 就凭你也配做天机堂的捕快 你这块令牌是捡的吧 黄老爷 你还是快点认罪吧 我保证给你留个权势 死到临头了还敢唬我 你就不怕我让他们 把你仙剑火杀吗 他们几个为非作胆 都是你指使的吧 只要你认罪 我留他们一条火炉 想我黄某人一生杀人无数啊 还从未见过你这般痴傻的女子 好吧 我认罪 都是我干的 我想知道 接下来 你能干点什么呀 哼 接下来 我就要拿你归案 你没看我马上就要结案了吗 彼此彼此彼此 你忘了上次我搁了三个月那床案子还不是样在结案之前被你给敲走了 再这说我刚刚救了你命你应该谢我对吧 嗯 我呸 我用你救 我是在等他认罪 他不认罪我就抓他那是坏了天机堂的规矩 哎呀几个江湖败类还认个屁罪啊杀了不就得了吗 去把自己捆起来 还捆什么呀杀了就结案了 哎 哎 嘿嘿 韩世人我下次再抢你的案子 绝不会有半点愧疚 本来我也没打算跟你抢 这个功啊回去还是你俩赏金我一个字都不要 你个兔毛皮羞还能如此仗义啊 有话直说 嗯 你 嗯 把耳朵堵起来 嗯 嗯 我新结了一桩大案 希望你提供点线索 我们韩大不快长案 还需要别人提供线索呢 不是别人 只有你 韩世人 你让我给你提供线索 一路上你又对案件只字不提 哎呀你什么意思啊 我认为此案只有在这里说才最合适 你见过长庭剑吗 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嗯 没见过 哎 韩世人 我跟你说过 别在我面前提欧杨家 是桩命啊 死者是欧阳义的妻子 而且死于三年前 那为什么三年前的案子现在才查 判的是死者的娘家 但是没过多久 又跑到官府去撤了案 说是得了急症 误报了官 直到前日 天机堂收到了这个 我能确定这封信就是从欧阳府里发出来的 而且信上的血迹不是人血而是鸡血 但是天机堂上下几十号不快 闻听此案涉及到欧阳府各个会而避之 就因为当年欧阳淳杀了妖族吗 你别忘了 欧阳家有一块武林至尊的牌匾 是皇上遇刺的 青衍 我知道你不愿意提欧阳家的事 但是你欧阳兄弟曾经并肩作战过 我相信你一定能给我线索 那承青剑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你有没有听过活人不见承青剑 武林人士与欧阳淳比武求剑 开始于三年前 而这个时间 正是欧阳义的发起死亡之后 无数的武林人士都死在长青剑下 但是比武地点却无人知晓 娘 儿序比武了 更奇怪的是 欧阳淳以往每个月只接受一次比武 而近一个月以来 已经连续比了三场 用完了 就上路吧 央 请大侠切记 倘若比武地点泄露出去 二位永远也见不到长青剑 比武当在这神秘兮兮的 侯阳淳 难道你是怕输了让天下人耻笑吗 侯阳淳 你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 你一死后 我兄弟二人定会厚葬于你 来吧 找谁啊 请问 欧阳府闭门谢客 麻烦您通报一声 你为故人 请回吧 在下月轻音 姑娘请回吧 轻音 大少爷 轻音姑娘 马大侠 好久不见呀 世上没什么马大侠了 叫马管家吧 大公子 我把马牵回去了 快请进 时间过得太快了 都五年了 是啊 又要到八月十五了 我来 就是想祭拜那些死去的义生 还有佩儒 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 我的意思是 其实每年中秋 我们都盼望着你能来 但是却一直没有你的消息 这次能够见到你 就说明你已经放下了 可能吧 毕竟五年了 嗯 别怕 是我娘 娘 娘 还是没让您失望 还有 家里来了一位故人 嗯 在下月轻音 给老夫人请安 谁 了 是轻音 你 感谢观看 你谁啊 两位公子在家吗 欧阳府闭门谢客 请回吧 我不是客 是官 官 官又怎样 在欧阳府撒野活够了吧你 敢打天机堂的人 活够的是你吧 住手 欧阳府的家丁脾气真大呀 怎么回事 这家伙硬往里闯 在下天机堂韩世人 讨扰了 有事吗 没事 这不中秋将至 又恰逢经过此地 怎能不来皇上遇刺的 武林至尊家里 拜会一下的 竹儿 带老夫人跟清衣姑娘 先下去休息 是 清衣 我一会儿去找你 到我欧阳府上来的 都是客人 韩世人 这案子让给我吧 赏金我一分不要 全部给你 不过你要协助我 可 好 哈 哈 欧阳家好别致的雅兴啊 大白天的点蜡烛 大人误会了 家母有病在身 不易见强光 啊 请 嗯 二爷别客气了 请坐吧 天祭堂的人 不会随便到人家里做客 大人不妨有话直说吧 真的只是路过 但是欧阳家江湖地位这么高 如果不来拜会一下 多不合适啊 朝廷的人从来都是绕着欧阳家族 您就别绕弯子了 那我就直说了 我来只好奇 为什么那么多人 想要得到长青剑呢 那我劝您还是别好奇 为什么呀 因为好奇的人都死了 静音姑娘 准备待多久啊 老夫人 我八月十五 祭拜之后就走 三年前 一二成亲是我一手草办的 他跪下来求我 毁掉这门婚事 我没同意 我知道 他不是不想娶妻 他是在等他想娶的人呐 一二经常提起你 说你聪明 温柔 老夫人 我们之前 血妖大战的时候 血妖 哪有血妖 哪有血妖 老夫人 我们吴阳家杀了妖族 受到了诅咒 老夫人 哪有血妖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血妖 您不该在老夫人面前提血妖的 没有 听说二公子成亲了 对 那怎么没见到您夫人哪 去世了 什么时候去世的 三年前 怎么去世的 病死的 什么病啊 急症 那又是什么急症 大人您还真是好奇啊 我这是职业习惯 一听说谁家死人了 就总想把事情弄清楚 到底是什么急症 大夫还没来人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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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证明是病死了 大少爷 不好了 老夫人发病了 我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那我改日再登门拜访吧 算客 对了 二位公子 我就住在军会客栈 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去找我 好 对了 二位公子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轻衣啊 你别往心里去 对 我 我娘的病经常反复 这件事情跟你无关 大少爷 服上鸡血不够了 知道了 鸡血 我娘她 是这样的 之前我不是被妖祖伤了吗 差点丢了性命 当时所有的大夫都没有什么办法 最后是我娘用嘴帮我吸收的毒液 然后才染上了这种怪病 大少爷 那我现在去买吧 你只管照顾好老夫人 懂吗 懂了 叶儿 吩咐下人收拾一间客房出来 让情音姑娘今天晚上就留在府上吧 好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老夫人 我哪儿也不去 大少爷 钦韦 叶儿 请因姑娘刚入府 你多带她转转 好 你有什么需要 就吩咐竹儿 把这儿当自己家 大公子 没什么事我去喂马了 今夜还有山路要走 好 大哥今晚还要比武吗 娘 娘 您今天胃口好多吃一点 祭祀的事情我还要去准备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了 都是一点小事 再说你毕竟是客人 五年了 你一点都没变 都五年了 怎么可能没有变化 但是我觉得 变化最大的是你大哥 他变得更陌生了 其实 大哥他挺不容易的 既要撑起整个欧阳府 又得应付那些前来挑战的人 其实我挺不明白的 其实我挺不明白的 我们五年前打虚妖的时候 每天都能看到常青剑 可是现在 活人却休想能见到他 也许 这是大哥对佩儒的愧疚吧 欧阳毅 祠堂在哪儿啊 祠堂 在后院啊 平时大哥都派人守着 不让别人进去 怎么 刚才不是了解佩儒了吗 我想 现在给他上炷香 现在 可以吗 咱们还是等八月十五 再去吧 好吗 好 卓儿 我自己收拾就行了 不行 老夫人吩咐的 卓儿不敢怠慢 姑娘先喝口茶 我马上就弄好了 匿名信是你写的 你是天气堂的人 清衣小姐 进 给清衣小姐请安 府上今日要点名 就差竹儿了 那姑娘有什么吩咐 尽管告诉我 竹儿先请告退 这个地方 他不是 在凌亚 但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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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轻衣 轻衣 轻衣啊 轻衣 轻衣 二少爷 竹儿 看见轻衣了吗 轻衣姑娘 没有来过呀 二少爷走 二少爷走 二少爷您怎么过来了 二少爷您不能进 躲开 二姑子您怎么来了 大哥 大哥 轻衣呢 我跟你说过 安静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 我问你 轻衣呢 走了 什么时候 昨晚 你胡说 他行李还在房间呢 他已经不是以前的轻衣了 你才不是以前的你了呢 他是天机堂的人 跟那个韩世人是一伙的 你别骗我了 轻衣到底在哪儿 我只能告诉你他很安全 其他的你也没必要知道 我没必要知道 大哥你到底瞒了我多少 你跟我说我妻子是病死的 那为什么韩补快到府上 她就是病死的 你还当我是你弟弟吗 从咱杀完血药之后 你就变了 你只相信马管家是吗 我连个管家还不如是吗 你不让我进口院 这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门口那些铜镜是干什么用的 你不让活人见到长青剑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过完中秋 我全都告诉你行吗 好啊 你不是说秦英跟韩补快是一伙的吗 那我现在就去找韩补快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不能因为他耽误时间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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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要来 好啊 越来越生气 那挺正常 你确定要是点顺求 最后就像是一样呢 你不是 ед到为了 我就是说你 那我去哪儿 你不是说你 我的中国 soul 你不是说你 你不是说的 我寻找我 你要是说你 我不是说你 他的手 韩姆快 快去欧阳府救人 欧阳义 欧阳义 秦英 你终于醒了 你怎么穿着这样 这是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这是哪儿吗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后院 这是后院 对啊 我不让你进后院 是因为我知道 大哥没在祠堂里摆佩如的灵位 我怕你伤心所以才 我们现在就在祠堂的下面 我刚一进来门就关了 我找了一夜出去的机关 都没有找到 可是你却从暗道里调了进来 秦英 大哥说你是天祭堂的人 欧阳义 你真的相信 你妻子是病死的吗 你好好看看这里 三年前死去的 是我姐姐 当年欧阳府化重金 堵住我父母的嘴 说我姐姐是死于己证 我始终都不肯相信 于是 我偷偷潜入欧阳府 做丫鬟 想要查明真相 可是欧阳唇行事隐蔽 我查了三年都没有太多收获 我向官府 天机堂 投了许多封匿名信 都是时辰答案 终于这次 等来了韩大人 和秦英姑娘 那你怎么知道 秦英会有危险的 是我偷偷告诉秦英姑娘 后院可以 因为我知道 我姐姐当年就死在后院 后院 对 后院是欧阳府辞堂 从不少日进 我入府三年 就从未进去过 韩大人 我此次出来 就没打算再回去 希望韩大人快去救人 帮我找到凶手 老妈 前院后院都没有 那这大白天能去哪儿啊 是 行了 都散了吧 别找了 散了吧 竹儿去客栈 找韩不快了 朝廷的人不能动 记住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我大哥说 我妻子是病死的 府上不可能有血药 血药得吸引人血才能活 不可能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密室 不可能 不可能 欧阳义我问你 府中有谁喝血 魏光 你大哥为何又每月出门应战 挑战者为何又死不见尸 你别问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欧阳义 你大哥出门应战的时候 你可曾见过老夫人是否在府上 这 欧阳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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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欧阳乔 你可别忘了 欧阳乔 欧阳乔 有皇上亲自欲贬 哪儿那么多废话 欧阳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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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 站住 欧阳乔 快点 咱们一定得想办法出去 我得找我娘问清楚 能找的地方我已经找过了 我大哥一定会在密室里留下机关的 我了解他 咱们再找找 咱们再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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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欧阳川 你终于赶出来见我了 清音在哪 你承认清音跟你是一伙的了 我问你清音在哪 不知道 把你的长青剑交出来 把真相攻之于天下 侯人不见长青剑的规矩 你没听过吗 好 那我现在就向你挑战 我不跟朝廷的人打 我现在不是朝廷的人了 欧阳淳 你再拦我真不客气了 海世人 我对你处处比让 你却得寸进尺 要么跟我比武 要么把清音交出来 好 我答应跟你比武 清音 清音 醒醒 清音 你终于醒了 怎么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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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他一定会保护你的 你知道吗 七十五年前 我本来想把这个护身符送给佩儒的 我觉得这样太危险了 放心吧 我能照顾好自己 我放心你能照顾好自己 我是担心佩儒 秦英 听马大侠说你找我 没什么 我就是担心你 你真的不用担心我 等明天大战结束后 你一定会在妖洞门口看见我的 送给你 这个护身符 自从我懂事起 我就一直戴在身边 现在把它送给你 一定能够给你带来平安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你就收着吧 我从小就是孤儿 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 直到这次的血药之灾 我才认识了佩儒姐姐 和你 我不想失去你们任何一个人 我也一样 但这护身符 我不能收 你就收着吧 我从来没有送过别人东西 我既然送了 就一定不会收回来的 我以为欧阳纯会保护好佩儒 所以我把它送给了你 那你知道 我为什么去找我大哥吗 因为我知道佩儒万一有事 你会很伤心 我不想让你难过 快 你算不想要 虽然我们活着的时候 没有一起相守 但是能死在一起 我死而无害 这五年你都去哪儿了 其实你成亲那天 我去了 但是只是远远地站在欧阳府外 我承认 我嫉妒化教里的女人 我也想过 如果世界上没有她该多好 所以当我知道 这个案子关于你的妻子 我就回来了 回来为我的恶念赎罪 轻衍 轻衍 你看 可以 轻衍 我们还活着 清音 你回客栈等我 我回去找娘问清楚就去找你 不行 你刚才差点死在你哥的密室里 你不能回去 太危险了 可你们怀疑的是我娘 我总得问清楚吧 这样 你先跟我回客栈 我们见到韩世人在做打算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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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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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差一點 歐陽義擋在了我和老夫人的中間 真正的長頂點哪 五年前 再殺妖族的一瞬間就碎了 歐陽唇也受了重傷 他每次出來比武 只是帶老夫人出去密室 韓伯寬 你不能打開 要不我娘就沒了 當年我們歐陽家殺血藥 是為了黎民百姓 娘也是為了救大哥 才變成現在這樣 還請韓伯寬 好歹我娘 好歹我娘 韓世仁 能幫我個忙嗎 你不會是不想回天際堂了吧 我想等歐陽唇 參加完今晚的祭祀 我再押他回去 畢竟當年是他殺了妖族 再說 他已經是個廢人了 凌寬我姐姐的兇手 找到了 兇手 就在這劍下裡 难怪欧阳纯把剑藏得这样隐蔽 凶手是谁 是你日夜侍奉的老夫人 她是血妖 每次欧阳纯去比武 就是为了喂饱她的肚子 不可能 弄错了 什么 一定是弄错了 欧阳纯去比武的时候 老夫人天天都在自己的房内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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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儿 对我欧阳家名声的人都得死 竹儿 欧阳家是武林至尊 欧阳家是武林至尊 竹儿 欧阳家是武林至尊 竹儿 竹儿 欧阳家是武林至尊 欧阳家是武林至尊 在下月轻衣 前来讨教欧阳大公子的剑反 佩如没死 明天早上我会跟佩如 马大侠 丁大侠 我们先行从密道进山 其余的人带到日落时分 从正面进宫 我们一举拿下妖毒 还有问题吗 没有 那大家各自准备吧 走 佩如 如果 我不幸变成了血药 你不能心软 如果真是那样 我就杀了妖族 与你同去 丁大侠 醒醒丁大侠 打 欧阳春 打 宝宝 闭 撇 闭 打 但是我却没有遵守承诺 因为面对佩如我真的下不了手 别忘了我们昨天说过的话 杀了我 快 杀了我 快 快 杀了我 拿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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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 别忘了 他被转换以后 先咬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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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以为他会咬死我 但他却突然停了下 然后慢慢锁在一旁 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 没有 我先说 什么事 我没有 继续 那 我 想说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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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即便他是天机堂的人 但是你杀了韩诗人 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只要我们欧阳家 还是武林至尊 朝廷不会拿我怎么样 无非是去天机堂走一走 娘 别说了 就这么定了 清阴姑娘 我求求你了 一定要帮我们欧阳家 守住这个秘密 我是不是做得越来越过分了 把娘也给牵了进来 这些年真是做了太多的错事 让那么多本不该死的人 丢了性命 每每想起他们也有家人 父母 朋友 我就彻夜不得入睡 今晚我会用死 来偿还我所做过的一切 佩柔 你相信我 只要过了今晚 我一定能把你变回原来的样子 说不定 你还能喝上伊尔跟清阴的喜求呢 一日子 你也不想喝点 切 你酒 你过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哥 放这儿行吗 好啊 清音 你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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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我没人 pai 你怎么会 我怎么会 你怎么会 我这个我 宏盛 我 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轻音 你喊什么 你不能把他变成血妖 不是血妖 是妖族 佩如之所以能够杀死那么多的武林高手 是因为他不是普通的血妖 这些年你一直在研究 怎么将妖族变成人 我在研究怎么将人变成妖族 你会的我都会 所以你就在我的密室旁边 盖了一个同样的密室 不一样 你的是用来关佩如的 我的 是用来让轻音对我旧情复燃的 你之所以能够武林至尊控制妖族 是因为佩如深爱着你 我也得确保 轻音爱着我呀 你这么看对得起娘吗 你对得起娘吗 为了武林至尊的称号 娘装了五年的血妖 为的就是有一天要替你顶罪 你都干了什么 好在三年前 娘就不是在替你顶罪 怎么了一二 我知道我妻子是怎么死的了 我还知道一件 您不知道的事 什么事 大哥要把佩如变回人 不可能 后院的祠堂有个密室 大哥挖的 里边装的全都是如何 将妖族变回人的书 娘 你们别生气 还有我呢 你能做什么 我也能让咱们欧阳家 一直是武林至尊 欧阳一 你就是个混蛋 娘根本就不知道 如果这样的话 佩如就得死 你不也没告诉娘 要想转化成功 你也得死吗 欧阳淳你也太自私了 为了一个女人 你连娘的心愿都不过了 所以我决定要取代你 可是你不能把轻音变成一个怪物 只要我们相爱 她变成什么样不重要 佩如会把她的血吸干的 不可能 佩如在吸轻音血的时候 她会慢慢地清醒 她怎么忍心看着轻音死呢 要想让她活着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她变成下一个妖族 时间差不多了 轻音 轻音 侯阳淳 轻音你什么都别说 一会儿你就全都忘了 只要记得你爱我 欧阳一你要干什么 别怕 我不会像我大哥那样 把佩如藏起来 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我欧阳一爱的人是你 姚祖 欧阳一 欧阳一你把我放开 欧阳一 你不能这么干 欧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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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音 佩儒 你不能咬到那是清音 不 不能是她 怎麼是你 我要的怎麼會是你 本來就一個 我又要來 對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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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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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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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